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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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从未想过 至少半年前的我从未想过 我的生活 还可以有这样的展开方式 干嘛呀 咋不拿 太多焦了 真 讨厌 那么顿呢 看我地方 我倒是吃饭 导演 这条过了吗 干嘛 快点 导演 这条过了吗 过了过了 还下个镜头 好 各位我们准备下一镜啊 包装师 过来不下妆 哎 好嘞 你不是说 这一拍摔还挺重要的吗 没有灵魂啊 那你们快点 好好好 哎 嫂嫂 你怎么过来了 来 四光吃的你们 鱼岛呢 鱼岛 好像去卫生间了 要不你在这休息吧 不过了 我看看 不过了 四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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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那个大明星 很重要的吗 哎 你们真正好 哎 你们真正好 哎 你们真正好 哎呀 过来点儿 让我亲一口 哎呀 骗得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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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让我亲一口 哎呀 嗯 好了 哎 万一有人进来怎么办 哎呀怕什么呀 就是我的错 哎 哎 哈哈 哎 哎 哈哈 哎 哈哈哈 adelante 干吗呀 没事 鱼岛 有人找你 谁啊 放开 放开 轩衣 我们在讲戏呢 轩 轩 轩衣 听我解事情吗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 其实 你听我说 听我说 已经给你们去继续 是后心继续 我让你作出 你觉得她是在这下一步 我跟你说 都容易解决 心里面 在冰箱呢 啊 啊 啊 容易没事吧 我来我来一下没事吧 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你喝什么 花姐 龙一 怎么样 没受伤 我没事 姐 看什么看都散了吧 不干活了 哦 好了好了 来来来干活干活 走了走了 怎么办 啊 花姐 吴党 现在这是闹的哪出啊 我早晨刚送我们家艺人过来 现在不仅一套没拍完 还害得我的人受伤了 花姐 这 这就是个意外 意外 对 你这个意外 对我们可是影响很大 龙一受伤了 不仅今天拍不了 如果以后的珠宝代言服装拍摄 都拍不了 这些事 于都打算怎么拍摄呢 花姐 你们帮帮忙 想不想 我今天肯定把这个时尚大片拍得漂漂亮亮的 咱 大事化小好不好 大事化小这事 您还是自己去跟蒋老师 今天现场这个样子 我们肯定是不拍了 我们肯定是不拍了 以后的行程 但凡是涉及到协调不了的 需要赔偿违约金的 我都会跟吕导人商量 莫洛姐 物贵 花姐 走 副导演 导演 在哪儿 你是怎么搞的呀 不好意思啊 哥 快处理 好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晓娃 你说 我是不是特别失怕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他给不了我想要的安全卡 我那么爱他 我做错了 哭什么哭 要不是因为你容易能受伤吗 客户能发脾气吗 我能赔钱吗 行了 去财务呢 领钱走人吧 好 姐 真的跟他没关系 是我自己要救人的 他是你的助理经纪人 没保护好你就是他的失职 我知道你心软 可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 你说这事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总得有人负责吧 龙一 我得保证你的安全 他的失职 确实是造成你当天广告没有拍完 后面是不是得补拍 是不是耽误你的休息时间 你说你因为一点小事 耽误了后面的日常 你知道有多少工作人员的工作 就因此而作无用功吗 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你 你也不希望别人说你耍大牌 不好合作之类的吧 行了 一会儿你跟我去参加林总的生日会 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只要人去打个招呼就行 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 可以先走 姐 我后面还要补拍 而且我不喜欢参加这种曲 那你记得给林总发个微信啊 把她得罪了对你可没好处 我都说了我不想来了 来都来了 你得听我的 那个林正和是谁啊 我之前都没听你说过 她呢是我在花店认识的 经常来照裹生意 人还挺好的 是一个经纪公司的老板 天啊宋小雯 你今天抓我过来 不会是为了见偶像吧 你呀 却不应该老在家里闷着 多出来走走对你有好处 走吧 我去的你那个香水的广告 我们画画 画画 那个那个 帮你推荐的 那个香水的广告 你一会儿跟老板多聊聊 好 林总 生日快乐 小婉大美女 谢谢 这些人那么好处 坐坐坐 来 我这下来你拍一会儿 好处 这位第一次见面啊 我闺蜜 轩衣 她最近呢 没什么事 所以我就带她来 藏你一顿饭 你们不会不欢迎吧 欢迎欢迎欢迎 当然欢迎 当然欢迎 林总 林总 好 生日快乐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实在是太堵了 快 林屋 林屋 破费了 说什么呢 好 这样 既然我来晚了 我就先自罚三杯 好 咱们花姐做事 滴水不漏啊 真的是 联合三杯啊 第三杯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酒量不见当年哪 花姐 可以 花姐 龙一哥今天没来啊 你看今天是林总的生日 这好点来露一下面吧 没关系啊 都是自家一人 来了打个招呼 没来呢 也没有关系 这个休息好了状态才好嘛 好 好 林总 对 龙一前两天刚补拍了两个广告 这不今天正好是在家休息 我就没让他来 林总 嗯 今天被带过来蹭饭 有点冒昧 这边我敬你 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好 原来就是给我面子 花姐 你 上次在现场害龙一受伤 是我的疏忽 剩下的我见你 跟你说就不好意思 我肃然起敬 女中豪杰 漂亮啊 哈哈哈 怎么样 不输你吧 哈哈哈 哎哎来动快动快 这是咱们自家会所 哎有东西应该还不错 来喝起来喝起来 我还要多多照顾啊 有人能需要跟我说一下 多多愉快 方总 你看我啊姐 我也可以 嗯好 你叫 营香啊好 喂 姐 老板生日你不露面也就罢了 你怎么连个消息都不发 我是怎么嘱咐你的呀 你一会儿 给老板打个视频 祝他生日快乐 花姐 我 我没去 是给你添麻烦了吗 你不来就不来 那是李叔的周全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 就想看你掉下来 他们好自己爬上去 好 我知道了 行了 你呀 就先在家好好休息吧 这点小事 倒不至于给你花姐添麻烦 我还有事先挂了 花姐 酒量不错呀 对了花姐 那天还容易受伤 你帮我跟她说声谢谢 你帮我跟她说声谢谢 还得耽误你们休息时间去补拍 挺不好意思的 这倒是小事 龙一呢 也就是小伤 现在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但是你那个男朋友 前男友 看不出来 小姑娘还挺有志气的 我那天看你的样子 还以为你就是那种 只能选择原谅她的小娇妻呢 不过我现在看你的样子 倒是有点让我挂不相看了 谢谢花姐 谢谢花姐 有事找我 花姐你帮 这些都是纪念面试的 是的 还剩七个 你得看仔细了 花姐脾气你是知道的 你没看见 都是固着走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 就没有一个花姐看中了 对是的 林总推荐的也都在这了 嗯 那行抓紧时间啊 好 然后这里有份文件 下班之前给我 行 你好 面试的吗 那边 嗯 不是 我是来找花姐的 跟我来 跟我来 这个Lisa是怎么办事的 她又找到什么人了 花姐 你朋友 小姐 轩一 你的包 瞧我这脑子 都把包落那了 谢谢啊 我果然没有看错 足够细细 我 记得你现在 好像是没工作对吧 我这儿有一个 生活助理的职位 你感不感兴趣 可是 我没有当过助理 也没有做艺人经纪的经验 可能不太合适 合不合适是我说了错 你就告诉我 你想不想来吧 想 可是 别可是了 我知道 你虽然呢 没什么工作经验 之前也一直围着余大浪转 现在又分手了 所以我这儿 其实是你最好的选择 对于生活助理这个职位 你也不要有什么压力 生活助理说白了就是照顾人 但我觉得以你的能力 远在于照顾人之上 你 我相信你 谢谢 虽然呢 我给你机会 但是能不能把握住 还得看你自己 一个月 我给你一个月的试用期 不合适的话 就当我看走眼了 不合适 丽莎 你现在带着轩医去人事部报道 下班之前把合同结了 你有什么问题 直接找丽莎就行了 好 高跟鞋 以后上班就不要再抓 明白 行了 去忙吧 签好了吗 丽莎姐 签好了 我想问一下 我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花姐的意思呢 是让你立刻 马上开始合适 这个 还有剧本 等一下要拿给艺人 衣服呢 让艺人试一试合不合身 他呢 比较注重隐私 所以呢 他家你不能进 你站在门口低 他就可以 明白了 这里呢 还有一份保密协议 不管是生活 还是工作 所有关于艺人的信息 你都是不可以透露 我相信这个赔偿 你支付不起 哪怕是你把信息 卖给狗仔 赔偿金 也会让你倾家荡产 来 好 华阳又给你找了一个新助理 不知道啊 不知道这个女的能 他还在手上 你都去问你 我怎么 你怎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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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好像有狗仔 是我来的不是很巧 对 Lisa让我给你送剧本和衣服 她跟我说了 那 那 我给你找点吃的 喝喝的 快 不不不 我不可 刚拍完广告 所以教李明吃的 那 你把衣服试一下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走吧 你走 对了 我看你冰箱没什么吃的 是更喝的了 今天太晚了 我明天给你送过来 我还没问 你喜欢吃什么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感谢再猜 我 我 我 你 就 你现在是龙翼的助理了 你可太厉害了 宝贝 等一下 你说她给你开门的时候 穿着帅衣 还能私服独家大放肆 她是不是特别帅 特别好看 我好想提取你的记忆 我跟你说 我去面试的时候有好多人了 不过有好多人被发现是粉丝 就被淘汰了 当然了 华二姐把关呢 谁都别想谋婚过快 还是你 自己 绝对没有问题 我看你就是不想失去我这个内心 当然了 睡吧 你的工作范畴都在这儿了 还有啊 龙翼的日程每次有变化都会同步在工作群里 你要记得时刻查看 开工前是没有人通知你的 记得一定要准时到达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对了 嗯 对了 龙翼的个人爱好还有生活习惯你也要记一下 哦 龙翼的食物没有过敏 但是呢 他不吃青椒和茄子 饮料呢不能带糖 最好呢也不要加奶 容易长豆 嗯 晚上六点之后呢 就不要再给他吃什么重盐重油的东西了 嗯 万一要是吃了也不要紧 你只要记得 第二天出工前给他一杯美食 消消煮就可以了 好的 我提醒你一下 龙翼呢比较怕老鼠 像你休前这个米老鼠 对不起 哦 你准备一下 我马上等 好 哦 啊 собственно 呃 龙依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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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丽莎姐说 不让你喝那么多甜的 哦 我给你买的 呃 那个车已经在外面了 要不我们走吧 对不起 现在是七点 不幸福的七点 哎呦 卡 卡 卡 这件衣服呢 我是很期待的 我觉得你穿这件衣服 应该是非常帅气的 所以我才带来的 但是我在镜头里面看 不怎么好看 感觉有点不对啊 那 要不然 我去换今天我自己穿的那件 我觉得挺合适的 自己那件 好吧 换 好 先歇会儿吧 给 雪姨 我先挂了 我先挂了花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衣服 我的孤奶奶 你看你干的好事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没事 这还好是我自己的衣服 要是你的衣服 你不把她给封纱了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还不知道你想要什么风格 好吧 那就 听你的吧 来来来 开拍了 来来 来来 我没事 对不起 花姐说什么呢 花姐说让你多喝点咖啡消消肿 花姐说让你多喝点咖啡消肿肿 好 那 现在是几点 幸福的起点 卡 完美 太完美了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感觉 我也觉得 花姐 花姐 特意来公司找我有事啊 我能有什么事 这不 我一个好朋友 送了我点不精强的咖啡豆 我是不是知道花姐你爱喝吗 特意专程来送给你的 谢谢你啊 还特意想着我 姐 我本来呢 确实是只想送个豆子 但是呢 我有个朋友啊 他老跟我吐槽龙一哥那边的事 我觉得 你有必要知道一下 龙一怎么了 我也不想这样啊 你看 花姐啊 我可是一心想着你们啊 这龙一哥呢 他要去那个怦然心动的剧组 你看看 能不能也给我安排个角色 这样啊 我能去帮你盯着他 你也省心 对不对 行 我知道了 真的吗 谢谢啊 花姐 我就是在现场拍个广告 你说说你犯了多少错误 对不起啊 使我不好 使我工作不够周到细心 我当初为什么选你做龙一的经纪人 不就是看中你周到细心这一点 现在可倒好 刚第一天你就给我粗心大意 你要知道 龙一是顶流 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 就为了抓他的错误 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呢 你现在是龙一团队的工作人员 在所有人的眼里你们就是一体的 这就是要求你做事必须完美无瑕 试试想到所有人前面 我呢 也不是磕待你 我只是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知道 今天好不容易休息 我们干点啥呢 嗯 广 广 姐 走 走 走 龙一电话 这太难弄了 这怎么不休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今天叫我过来 不过只是让我修水管吧 我是你 你是我的助理 我不找你找谁啊 可是我只是个助理 我哪会修水管吗 要不还是叫乌叶过来吧 乌叶修理工今天请假了 你看吧 你看吧 我都说了我不会修 没事 他本来也是坏的 轩衣 你人走了东西还要在我家占地方 今天能不能来拿走啊 算了 还是找个叶帮我们 你要觉得挡地方 你给他扔了就行 你 还有别的事吗 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来啦 来了 等你半天了 你不是有钥匙吗 行李给你收拾好了 其他零零碎碎 你自己收拾吧 箱子这么快就收拾好了 看来 是有人着急住起来 是那天晚上送你回家的那个女生吧 姑娘长得挺好看 可惜眼下 我跟她就是逢场作戏 随远玩儿 你知道 我要真想稳定 想结婚 我肯定选你啊 轩衣 我给你打电话 电话里边那男的是谁啊 你不会住她家了吧 你不会住她家了吧 可以呀 轩衣 你这下家长得够快呀 你这下家长得够快呀 喂 龙姨 哦 好 我马上过来 我可以订阅她 我自己去船子 还有一点 可agle 还没想着 你终于来了 学生能找到这里 建古路人最少的餐厅就这一家 叫你来没什么事 就是我饿了 好 分担一下 那 我吃了 好吃 好吃 你这个是不是这给我 你好填这个可以打八折 打八折哈 是的 啊行 你好打扰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满意度调查表 帮忙填写下可以有八折 八折 是的 调查表 不够 不够 你也点一个 你也点一个 龙一太难搞了 龙一太难搞了 龙一怎么了 什么 就是花痴 你才花痴 不关心 不关心 你也好 买单了吧 好的 好 你好 我叫轩一 我叫龙一 我叫你 上周花姐不是让她停工两天吗 今天咋来了 花姐很反常啊 花姐 你找我 过来坐 怎么样 这两天休息的还行吗 还行 楼姨找你了 她呀 是怕我又把你给开了 时刻关注着你还是不是她助理 今天找你来呢 是有别的任务给你 Lisa 今天呢 你的任务是去跑组 把这些资料发完 筹备的酒店地址 一会儿Lisa会发到你手机上 好 喝口茶 你好 你好 我是来送一人资料的 好 哦 灵霄啊 我知道了 坐吧 坐吧 哎 我记得她好像是个唱条歌手对吧 对 她也愿意尝试演戏是好事 不过呢 我们这个戏啊是一个定制项 她这边可能是要试戏的 哦 我们试戏没问题的 不过您这边有没有相关资料 给我们先看一下 咱们那个编剧那边最新的人物小段 现在出完了没吗 又让改人设了 上次刚问完编剧 编剧赶完剧本 都发飙了 笨就说要二十出头 难的 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 我知道灵霄不是新人啊 第一次见导演就给导演看看就行 不用演具体的角色 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你啊 行 那就今天先这样 然后那个后面有什么消息 我随时跟你联系呗 好好好 太好了谢谢你 好 慢点啊 谢谢 谢谢你 哎干嘛的啊 对不起对不起 不好意思 咱们不是定制剧吗 怎么还不给打钱啊 没钱怎么买衣服 没衣服怎么开机啊 陈总赶紧打钱吧 我这里真撑不住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家艺人的资料 你看 成光娱乐 我们还在筹备 这些放的吧 你初次推荐那个女孩啊 我深重考虑了一下 这部剧呢 我给她争取到了你三个月 哎 你们公司愿意代资吗 啊 代资 啊不不不不 哎哎考虑一下 我逼你终于哪儿的 我们这个项目投资额最少是八个亿啊 本来额度已经没有了 但是啊 我可以云点给你啊 你想多头都没有了 主角已经定了 妥妥的S加项目了 进来 放这里吧 我没有目的 我就是喜欢她 导演 其实我觉得 龙衣她挺适合我们这个角色的 您觉得呢 龙衣 过来坐 来 来 辛苦了啊 华典 龙衣的戏很流畅啊 看得出来是有天赋的 龙衣 你还愿意主动来试戏 现在像你这么有名气 还来试戏的演员 可不多了 怎么说呢 现在有些流量演员的戏 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只是他们的档期太满了 不是今天请假 就是明天请假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好好演戏 最后片子出来之后呢 效果其实并不好 龙衣 我希望你进组之后呢 能够沉下心来好好拍摄 尽量少请假 导演说的这个 确实也是我们在考虑的点 但我觉得呢 龙衣还是挺适合我们这个角色的 花姐 那后面咱们的那个档期 咱们俩敲地敲地 没问题 后面咱们联系呗 好 那 我觉得这 今天也差不多了 我就带着龙衣先走了 好 谢谢导演 谢谢 拜拜 导演 对 我觉得 你啊 没演过戏 但是你资质好吗 我可以帮你推荐到张导儿那个剧子 张导儿你知道吧 前两天海外获奖那个 那个是我铁哥们 只要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找你半天了 我也找你半天了 谁让你进来的 你是谁啊 我们是朋友 我让你走了吗 那个角色你还要不要 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放手 人家都说不愿意了 你在这儿我报警了 瞧吧你厉害的 见义回是吧 我看你这儿长得也挺不错的 不如你也到我们剧组 我给你安排个角色 容易 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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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一哥 你们认识啊 哎 这不大水冲了龙航票了吗 龙一哥 龙一哥 你可真行 不好好工作专门调戏小姑娘是吧 不好意思 我们娱乐圈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渣在背后 我去 我去 你是哪个选角公司的 看来 我得让你在这个圈里火一下啊 你带着龙一先走 你带着龙一先走 交给我 好 好姐 各位 我请你们喝咖啡啦 我可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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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我去 这么狂狂 呀 丽丝姐 哎呀 林萧 哎 等一下 我去帮你拿杯咖啡啊 哎 给我一杯 排队排队 就一杯 就给我一杯 一杯 哎 排队去 丽丝姐不好意思 人太多啊 那个 我问你个事 那个 花姐都在吗 花姐你咋还有事啊 她现在不在办公室 啊 哦哦哦 没有 其实啊 这一趟我专门来找您的 这样的 上回那个烹人心动剧组的皇子 花姐已经见了 我角色上的事 有希望吗 哎呦 这个 我可不知道 哎要不你等花姐回来 你慢慢花姐吧 还问花姐啊 嗯 那她啥时候回来啊 这我可不知道 这中午就出去了 哎呀 哎我看你也别等了 她这不一定还回不回来呢 这 谢谢你的咖啡啊 我一会儿喝 哎 这 王总 您可真难约啊 时间都排给健身了 我还得跑到这儿来 才能跟您介绍一面 我也是深受花姐您的启发呀 今天特意来找我 想必是有什么事吧 确实有 上午我带龙翼去见了 烹然心动的导演 聊得特别好 但就是有点小问题 还没有谈妥 所以合同一直卡着 我知道您对这个项目的话语权 特别大 所以过来跟你打个商量 你说啥 我说 知道您在这个项目上 有很大的话语权 想过来跟你打个商量 我哪有什么话语权呀 这个剧的事啊 都是导演他们团队自己拍本的 别的事情我不好说 但这件事啊 我相信王总您 一定能说得上话 您也知道 我们龙翼的荡起紧张 九十天的全程 我们肯定是给不了 我这边希望 是七十五天能杀精 你刚才说啥 我说 我希望我们七十五天就能杀精 我懂了 但是这个档期的事啊 都是导演定的 而且你们都没签合同 我们怎么聊啊 王总 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您说这拍摄期和能修几天价都没确定 这合同让我们怎么签呀 王总 这烹然心动的合同一直这么拖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呀 之前啊 也有几个项目来找过我们 但是我不就是看中咱们烹然心动IP大班底好 所以才没跟其他项目结洽 如果这合同迟迟拖着耽误了开机 那我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聊聊其他项目了 花姐 你这么说就有点 咱们前期不是聊好了吗 导演这边试过戏也挺满意的 我们先保开机 调整档期的事都是小事情 如果龙衣档期这边确实紧张 咱们就按您说的 七十五天就七十五天 也不是不行吗 而且也不是每一场戏都有他 还得是王总 王总果然是个爽快人 我向您保证 虽然我们的档期压缩了 但是龙衣是爱惜羽毛的 他的演戏一定会尽心尽力 那如果王总您这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按照咱们今天谈的去修改合同了 合同这边还麻烦您尽快批一下 免得耽误了后面的档期 不过我可听说 龙衣这边合同至今没签 有其他原因 要是我去说服导演 给龙衣让出这十五天档期 提前杀青的话 那么花姐您这边 可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行 王总您说 关于女衣要求这块 你们团队就不要卡太死 由我们来定行不行 王总 您可能对我们团队有什么误解 我们对女衣一直是没有什么要求的 只要导演满意就好 行 没问题 那这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花姐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好 您继续 行 有空在约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花姐 我又搞砸了 我不需要我的员工道歉 我需要我的员工安全高效地完成工作 而安全是放在第一位 轩衣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不是我和龙翼恰巧出现在的 你该怎么办 我想着酒店那么大 总会有人帮我们的吧 总不能白白看人家小姑娘受欺负 一整天跑足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资料都发得差不多了 有一个叫浪漫密码的剧组 想让凌霄去试一下男一号 不过他们在说起剧本的时候 好像还没有搞完 你确实有做这行的天分 细心 又懂得照顾他人情绪 你有想过做经纪人吗 我 我可以吗 可以试试 龙翼这次进组拍戏 你就作为他的执行经纪人 跟他一起进组吧 真的吗 可被高兴得太早 剧组里跟公司可不一样 剧组更像是一个微型社会 你进组之后 一定要好好照顾龙翼 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沟通 龙翼现在正处在关键时期 出不得半点差错 好 我明白 你怎么去跑组了 调部门了 花姐说让我熟悉熟悉剧组的工作流程 等你进组 我就作为执行经纪一起过去 花姐居然没开除你 还让你跟我进组 她开除我干嘛呀 她只是让我还两天 我还真以为我能休息两天吗 结果你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 不过 我得谢谢你今天帮了我 可是你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今天是花姐在 万一花姐不在呢 你要跟她动手啊 你是明星 你要保护好自己 万一被拍到了 我可能就真得走人了 不对 是被开除 都没办法挽回了 花姐 你这么晚还回公司啊 这么晚你不是也在公司 我 正好我找你有点事 我听李金锦仁说给你接了一个百香果平台的综艺 你不愿意去啊 花姐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真的很想演戏 我不是之前跟您说过吗 在那个烹饪心动的剧组里 我只要一个小角色就好了 我为了这部戏 现在天天在减肥 肌肉都长了不少了 我知道 这部戏 它是一部青春励志的戏 我相信我去参演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花姐 你想演戏 你倒是好好学呀 我听说公司请了老师来上的表演课 你可是回回都不去 龙一现在本来就缺乏表演经验 剩下的角色都是按照演技派路线找的 这种情况下 我推你也不合适吧 我要是你 就趁现在这个机会好好磨练磨练演技 做出点成绩 这样下部戏 我也能更好地推你 你还是好好看看这个综艺吧 有点工作 总比干呆着强 你 Tageudo 把咖啡机也带上吧 比现买方便 好 对了 你没有热水糊 我跟你现买一个 S hiçbi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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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肴老师辛苦了 先休息一下 我们下午两点唯独 啊 对了 我们的女号是谁啊 啊 房间开好了是吧 啊 行 啊 啊 你好 李天儿 李老师 罗云啊 你看了明天的预备通告了吗 上面好像没有女主的姓名 是不是换了 这个我也不清楚 咱们剧组都准备开期了 刚换的女主角 她不会连今天的维独都不来吧 这种工作态度 也太不经验了 小妖气小妖气 犯不上 各位辛苦 让你们久等了 咱们的女主 因为航班的原因 赶不上了 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不一一介绍了 直接开始吧 怎么样 看清楚女主角是谁吗 唯独女主位到现场 主导演 你给答一下 抛人心动的第一集第一场 公园日外 校长客气地询问李方明和平平的关系 李方明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平平可是我的宝贝女儿 她不是你们逗来逗去的工具 我没有目的 我就是喜欢她 龙一啊 这是你的重场戏 台词情绪要饱满 戏场一定要足 准备好了 咱们就开始 来 胳膊们准备 来 腐化调整 准备实拍 好 刷进时间抢天光啊 来来来 可以了 来 准备 来 准备 开机 怦然心动 八场二 来 预备 三 二 开始 黄鸣 黄鸣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平平可是我的宝贝女儿 她不是你们逗来逗去的工具 咔咔咔 龙一 你怎么能躲的 你这反应不对啊 导演 咱们基本不是这么写的 龙一 李老师这段戏加得非常好 很有张力 你这反应是明显不对的呀 你跟他女儿谈恋爱 是正当行为 是李老师觉得 你接近他的女儿 有其他目的 但你是有底气的呀 所以不管他说什么 你都得拿出你的气势了 你得进入角色 明白吗 不是 导演 我们基本上不是这么写的 基本上应该是 校长客气地询问 李方明跟平平的关系 知道真相后 校长痛心疾首才是 他怎么能泼水呢 小姑娘 你现在虽然是 艺人的经纪人 你应该不太懂戏吧 剧本中这场戏 写得太平了 我作为父亲 得知自己的女儿背着我 跟我竞争对手的 徒弟谈恋 首先 我肯定会感到很震惊 然后我会怀疑这小子 是有目的地接近我女儿 所以我肯定会质问他 最后我会担心 我们父辈的这种恩怨关系 会影响到他们的关系 导致我女儿受伤 导演也知道 演员 在表演的时候 演员的情感 它是有层次的 他需要有一种递进的关系 才能表演下去 可是导演 好多老师 我知道了 冯一 你得学会随机应变呀 你看李老师 对这个人物的分析 多透彻 你就是不够投入 你得进入状态 要记住 你是有底气的 你的底气是很足的 抓紧时间调整一下 咱们再来一条 好嘞 化妆 补补妆 来了来了 快点 来了 这是谁买的咖啡呀 哈喽导演 我昨天航班太晚了 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 昂西染呀 谢谢咱们的女主 请全组的兄弟喝咖啡啊 好 谢谢女主 请全组喝咖啡啊 谢谢 现场准备一下 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 导演 我在这儿看看 不打扰吧 没事 你就坐这儿 我给你讲一下这场戏啊 首先你就 按照剧本里的台词讲 你的眼神和语气 就要坚定 语速可以快一点 可以排一点点气氛 我就 开始质问你 你接近我女儿 有没有什么目的 完了我说完以后 你就按照 剧本里那段 比较长的台词 你就接那段戏 明白了吧 好好好 两位老师OK了 OK了 导演 两位老师OK了 可以注意一下 你的情绪啊 好嘞 胖然行动 八杠三 八杠三 来预备 三二 开始 方明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女儿 你们之间的竞争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发誓 你是真心爱我的女儿 你跟她在一起 没有任何目的 我 我发誓 我没有目的 我就是喜欢她 卡卡卡 龙依你怎么回事啊 你们刚才不是对过了吗 你们继续往下演呢 容易说剧本上台词 剧本上台词会说吧 等一会儿给她来个特写 让她单独说那句话 好 来 我们再来一条啊 从龙依老师的委屈间 来 准备 开机 三 二 一 开始 我发誓 我没有目的 我就是喜欢她 行 这条过了 来个机器拍一个特写 特写拍完了 咱们就放饭啊 好 收到收到 来 机器上 来 胳膊门抓紧时间调整啊 好 灯光往那边去 来 来了 没事吧 好 没事 大爷 我刚才那场戏拍得还可以吧 你的戏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龙依啊 你稍微变化一下 它就反应不过来 结不上戏 是啊 现在的年轻演员都是这样 不像我们这些个老演员 在开台之前啊 都会把功课做好 把现场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 都必须考虑到 他根本没学过表演 龙依哥哥 好久不见 没想到女主角是我吧 你是女姨啊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看到我惊不惊喜 开不开心呀 惊喜倒是挺惊喜的啊 啥时候回来的 龙依 饭到了 我们先吃饭吧 好 你放那儿吧 我跟她聊两句 好 助理小姐姐 我给龙依哥哥 带了小灶 她的那份呢 你吃吧 别浪费了 谢谢啊 龙依哥哥 你说那林老师 是不是真对你 我看她跟导演说话 阴阳怪气的 我确实没什么经验 但是她那么做就是故意的 太过分了 我来了她可不能这样 你看着 我给你出气去 你可别作啊 这是在拍戏 不是在家里 龙依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我在家可乖了 谁对拍照 你这个大型不错 比之前那个好看 林总 您是不知道 王总这个居足有多离谱 我当初就是跟她客套两句 说我们团队不在乎女主角 现在可倒好 都已经开机了 居然给我空降一个 从来没有演过戏的素人演员 叫 叫什么 王 王 王希冉 我听都没有听说过 她好像甚至都不是 王总公司的人 就这么一个人 一上来就让我们龙依台看 我不管啊 当初庞然心动这个剧 可是您推荐的 这事 您可得管管 王希冉 我跟您说啊 你就这么想 既然他不是王总旗下的艺人 但是却可以空降到王总 这一次大IP的剧组 当上女主角 那肯定是有点东西 对吧 咱们龙依跟她搭 不亏 当时你也时刻跟进着点 看看找个适当的时候 跟人家聊聊合作什么的 重点啊 看能不能弄一锅热度 您的意思是 想让他们俩 借着这个戏炒个CP 龙依可从来没有走过这个路子 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是吗 这刚开机 你也没想太多 给你看样东西 池上芭蕉封面拍摄 这个分量可不小呀 是给我们龙依的 没错 而且我跟你讲啊 这一次的特约摄影师 是Alexandra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一次的那个 封面拍摄 你们团队啊 肯定要全力配合好啊 这个您放心 龙依的映照素质 表现力都很过硬 把他们团队满意 就是有个小问题啊 这次封面得到国外拍 而且摄影师Alexandra的 档期很紧 你们得提前五天杀青 去赶这次的拍摄 提前五天杀青 这可能有点困难 当初我跟王总谈判 好不容易才抠出了 这十五天 现在又要五天 档期的事 你就想办法 你就想办法 十上八丘这么好的机会 你舍得放过 那肯定是不舍得的呀 对了 那个王熙冉的事 你得放心上 时刻那个盯着点啊 这样 你让下面人做个方案出来 让他们看看啊 行 这个方案我可以给您做 但是如果龙一不同意的话 咱们也不能强迫他执行 我没弄好 谢谢谢谢 谢谢 老师 我没什么演戏经验 还请老师多代代我的戏 小姑娘 你还挺会来事啊 没经验没关系 主要是表演的时候 千万别紧张 不过妈 今天这场戏 是我的重头戏 你只要看着我表演 给反应就行 嗯 好 演员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开始 OK 好来各部门准备 来站好位置 来开机 三场一次 来预备 三二 开始 谁 当初 都怪我感情用事 我还怀疑你们 是爸爸糊涂啊 我们会幸福的 哈 既然感情再饱满一点 你是被感动的 啊好的再试一次 好来 做工程准备 来 三场二次 好 预备 开始 是爸爸糊涂啊 我们 会幸福的 哈 既然太有力了 再来一次 对不起导演 李老师演得太好了 我太激动了 来等一下我们收一收啊 再来一次 来准备 三场三次 来预备 开始 是爸爸糊涂啊 卡卡卡 那 你 到我 都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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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哦 还来还来 过不了 来 准备 来 三炒四次 预备 开始 十八宝糊涂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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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李老师嗓子都哑了 停停停 休息十分钟 给我拿 拿杯水 导演 不好意思呀 我刚刚没有发挥好 好 好 既然 就一场戏都拍了一下午了 你稍微用点心哪 要不然咱们就奔着超期去了 你也挺累的 剧组资金也紧张 我不累啊 超期就多拍几天呗 刚好想跟龙姨哥哥多相处几天 培养一下感情 每超一天都是钱呢 我的小祖宗 咱们耽误不起 超一天多少钱啊 我孙孙 要不让我爸住家两千万投资 这点钱他不会不同意的 导演 那我就先去休息了 导演 龙翼的经纪人问他那场日戏 啥时候拍啊 下一场就是了 这一场还没拍完呢 再等一会儿 不是天都黑了 接不上戏了 找编剧改夜戏 会吗 那个 要不我再去睡 把那个小姑奶奶再给我抢回来 这两天现场拍摄怎么样 没出什么问题吧 这两天都是正常拍摄 没出什么问题 也没有超时 她跟剧组的工作人员 处得也挺好的 对了 花姐 龙姨好像跟那个空降的女演员 咱们提早就认识 嗯 这个事我已经知道了 要是有其他问题 记得随时跟我沟通 好 花姐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龙姨的 哦对了 我有个事儿得通知你 你在现场盯着点拍摄进度 看看有没有可以压缩的空间 咱们得提前五天杀青 才能赶得上 时尚芭蕉封面的拍摄档期 这个杂志的重要程度 不用我跟你说了吧 只要拍完这个封面 龙姨的时尚资源 那可就更上一个台阶了 不是 花姐 要提前五天杀青 可是我们给了七十五天的拍摄时间啊 这个不用你管 合同的事情公司会解决 你呢 就负责在现场催着点拍摄进度 给剧组点压力 为咱们提前杀青 争取时间 可是花姐 可是什么呀 现场有问题吗 没有 没什么问题 我想办法 行吧 像这样 能语哥哥 能语哥哥 龙姨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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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坐会儿 你不介意吧 听说你那场戏甩到明天了 哎哟 我不会演嘛 就一句词啊 好吧 我也不怕承认 我就是故意的 他真的很烦啊 已老迈了 自己没演的多好 还老欺负演员 可说你两句啊 这是在工作 别耍脾气 好嘛 明天一变过 反正就一句词嘛 龙姨哥哥 我今天也辛苦了一整天 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就吃我上次说的那家 哎 你就不怕是副导演找你啊 李导 你吓死我了 怎么了 还不是那小姑奶奶吗 导演找她补几个镜头 这天都快黑了 打电话不接 她在里面 对 她在里面呢 你看 来了吧 别管了 不理他们 拜托了 所以我们呢 那就怎么样 这几 công 谁呢 你是谁啊 有你说话的份啊 吃饭的时间什么时候都有 现在立刻马上把戏拍完 你怎么帮着外人也不帮我 顾奶奶 你可算下来了我的天哪 走走走 走走走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是龙一的新助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轩一 是龙一的执行经纪 你可真行 你今天在车上要是老老实实当哑了 龙一就跟我吃饭去了 王小姐 龙一她明天真的要出早工 你助理没拿通告给你吗 你怎么那么多事 晚一点能怎么到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王小姐 出宫真的不能晚一点 对龙一影响挺大的 况且你们那天在现场 已经被拍了 如果出去吃饭再被拍 真的挺不好的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吃个饭被拍了能怎么当 更何况 这饭今天没吃成了 迟早也得补回来 我这眼睛 怎么不去镜头前展示啊 天啊 龙一 这个车都 轩一 轩一 李导 你先去车上等我吧 那个 这样吧 是龙一出了那个新的一个计划 然后还有改的飞业 你看一下 出新飞业了 对对对 尤其是自己长重心 看看 好 轩一呢 轩一姐姐在跟傅导演聊事呢 让我们先走 师傅 我们快走吧 好 轩一让她看一下啊 李导 辛苦了 好 再见 再见 这一场我们就按昨天新改的来走 剧情大概没变 就是你们两个之间还是闹点小别扭 西冉从那个区域过来 然后龙一在后边追 追到这个点的时候 龙一一把拽住西冉 然后就巴拉巴拉开始说台词 台词就按飞业上的来说 飞业 我们有飞业吗 你没拿到飞业吗 傅导演 怎么回事啊 飞业都不给男主 咱们现在这么环保了吗 给了呀 我早上出宫的时候我就给他助理了 而且我还特意叮嘱 让他助理给他看 车上好好背背台词 难道助理走丢了 助理都不给你 真心 大家等待五分钟 给男主看会儿台词 一会儿新的台词你要是背不下来 你就说一二三四五六 后期给你配音 不用 我能记得住 是不是有飞业啊 今天附的案找我就是给我飞业 我本来想让你在车上看看词的 结果我刚到车就走了 老爷 这场戏 这场戏加得不太合理吧 这里我才刚喜欢他就要抢吻他 这也不符合我的人设呀 我也觉得不合理呀 可那个小姑奶奶非得要加这一出戏 这些戏都是王熙冉要加的 昨天晚上把我和编剧交到一起 一通乱嫁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你还是想一想 为什么那个小姑奶奶非得要亲你 你还是去找王总 聊聊吧 导演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 您看 以现在的拍摄进度 龙一有没有可能提前五天杀情 你说什么 还想提前杀情 你们那么想提前 倒是让演员提前做好准备呀 别胡乱的这儿家那儿改的呀 还有 你别拿个飞业跑丢了呀 演员在现场看剧本 多当我的拍摄时间呐 别人来问倒还算了 你还好意思来问 对不起导演 今天真的是我不对 但是 现在龙一拍摄 我已经步入正轨了 后面能配合我们一定 有需要配合的地方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您看是不是 阿淑 我们消消气啊 这没有外人我跟你说 导演不是针对你 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王熙冉 那个小姑奶奶 这家的量太大 导演压力大 你怎么办啊 力导 那你说我怎么办啊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停止加戏 刚才龙一哥也说了 就加那些什么抱的戏啊 稳的戏啊 根本就不合理 对不对 而且据我私下观察 就是王熙冉和你家龙一哥 那关系可不一般啊 要不你们私下商量商量 就别加息了 行 我先用办法 导演 那我先走了 别加 别加息了啊 阿淑 阿淑 压力别那么大 不行 咱把三舅的戏往下扇一扇 三舅的戏扇不了 我让你在现场盯进度 你是怎么盯的 这陪人打小报告都打到我这儿来 今天为什么帅戏 因为我去拿飞业 错过了去现场的车 送到的时候太晚了 耽误了龙一被刺 你连这点工作都做过明白吗 我今天本来约了制片人 谈咱们提前出组的事情 结果可倒好 人家一上来就跟我说 因为龙一 进度赶都赶不上去 你可真行 我在前面冲锋 你在后面给我挖坑啊 可是进度上不去 这也不是龙一的问题啊 我不管是谁的问题 你在现场能解决的 就尽量给我解决 轩衣 我可告诉你 拍摄的合同都已经签完了 如果因为你的问题 把这几天掉了 你觉得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知道了花姐 我尽力去解决 我还能不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还能负吗 在这儿等我呢 你今天是她的事吗 我还能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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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爱看的 就是我家的这些 亲亲抱抱曲高高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不能有亲密戏份 我的意思是 能不能适当删减一些 因为龙衣后面形成紧张 我今天跟导演聊过了 这样根本就没办法完成 是嫌我演技差拖延时长 要把龙衣强行带走呗 你别误我 我知道龙衣要在这个戏待全程 你这提前把她带走 龙衣哥哥知道吗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凭什么要求我 对不起 是我梦没了 您别见过 真怕自己当回事 上车 上车 待会儿见了你爸我说什么呀 就说是我朋友 我有点紧张 没事 有我在呢 词队得不错啊 就是这个状态 等一下咱们就这么雅啊 谢谢导演 导演 这边给您带了咖啡 您要喝一杯吗 放那儿吧 好 那我给你放在这儿 辛苦了 这咖啡装在保温杯里面 也能保温 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超帅 那就开始 开始 来 各部门准备了啊 远远就位 光什么都好了 来吧 加油啊 开水 待会儿见了你爸我说什么呀 就说是我朋友 我有点紧张 没事 有我在呢 既然在剧中你们还没有恋爱呢 你稍微保持点距离 可是这时候我可能就开始喜欢龙衣哥哥了呀 但是是龙衣追的你 你稍微注意点 再来一条 好 来 辛苦啊 我们再保一条 来 准备 三 二 开始 待会儿见了你爸我说什么呀 就说是我朋友 我有点紧张 没事 有我在呢 好好好 非常好 过了啊 演员休息一下 咱们换个机会 龙衣哥哥 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冷漠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这是在拍戏不是在玩儿 我也没做什么呀 你爸是投资人你就当自己是小祖宗 因为自己不专业连累这么多人你觉得合适吗 对不起嘛 但是你也不要不理我呀 你不用跟我道歉 你应该跟轩衣道歉 知道了 我会不给轩衣姐姐一个道歉的 你也知道 我来拍戏就是想多见见你 我就是一直把你当妹妹 可是我喜欢你 你们在对词是不是啊 我看那个今天戏还蛮多的 导演好像在叫你们了 哦 叫你了 这个小祖宗又怎么了 不知道啊 还是要注意一点 之前就被狗仔拍到了 现在又当众表白 还嫌你不在风口浪尖上啊 知道了 知道了 以后再公开场合就要保持点距离 王熙冉心思也不坏 就是个小孩 他要是跟你说了什么 别往心里去啊 你也不用担心我了 我还没跟你说过吧 我这个人最擅长对付小孩了 明明自己就是个小孩 好了 导演在叫你了 回去吧 新闻的 快点 快点 来 快点 快点 回家了 睡吧 喝了 阿晋 你还好吗 我好吗 好吗 进来吧 我看你今天 在现场跟龙衣有点奇怪 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啊 挺好的 还提前说工了呢 那挺好的 我今天来找你呢 还是想再跟你说一下 你看 我们现在拍摄虽然过半了 但是进度还是很慢 如果你愿意配合 如果我配合 你就 我就 劝龙衣不再跟你闹脾气 并且 接受明天的吻信 这么好 那我怎么知道龙衣哥哥是不是听你的 你不就是个新来的经纪人 那 要不然这样 你上次不是说要跟龙衣一起吃饭吗 如果你答应我的话 我就让他今天陪你去吃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你想想 我先走了 赶紧消息啊 拜拜 一会儿换个衣服去吃饭啊 一会儿换个衣服去吃饭啊 我们去哪儿啊 不适合我 是和王希冉 你是我的经纪人 你让我陪别人吃饭 你把我当什么了 哎呀 就吃个饭嘛 你看人家王希冉那么可爱 你一整天对人家那么凶 我刚刚去找他的时候他都哭了 眼睛红红的 你是不是拿我跟他交换了什么 我跟他说好了 只要你答应跟他吃饭 他就配合我的工作 确保你能顺利杀青 不去 嗯 希冉 你看这顿饭 我就给你补上了啊 不是说我跟龙姨哥哥吃饭吗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这不是在和你吃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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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怡姐姐 不好意思啊 我在片场跟龙姨就是玩闹 没什么别的 害你担心了 还安排我们聚餐 哎 你们俩没事就行 但是咱们这进度真的很紧张 还麻烦西人 给我们多争取点时间 哎 仙怡姐姐费了心思 我能配合的尽量配合 我很期待明天的吻戏 你说 有没有少女心不通不通的感觉 啊 是呢 是有点不通的 所以 我会尽量让步 但是你答应我的 你可要做的哦 啊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你们俩慢慢吃不用管我 嗯 吃完回来就行 哈哈 放心吧 不会太晚的 现在你满意了 当然了 我的愿望就是和你一起吃饭 现在桌上白满了好吃的 你又坐在我对面 爱眼的人也不在 我非常满意 那你答应我们的事一定要做到 嗯 吃吧 你怎么回来了 我和欣然没跟你一起啊 我还有工作 所以提前回来 工作 我怎么不知道 你 我没谈过恋爱 明天要拍吻戏 你叫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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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别 光看不练 嗯 我们 学习一下 来 看 看 看这一段 你的眼睛 要饱含情绪 对 温柔一点 啊 啊 啊 醒醒眼 不对 你要注意表情管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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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 我我我我我先去忙了啊 我还是没有忘记 和你一次要一次的伤害逃避 但我却没有任何的勇气欠你 我想你能快乐 你一定会快乐 啊 可是心中的火都早已熄灭了 一切都改变我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你却还失去骗我 你却还失去骗我 我什么都懂 却还在做梦 无法去 都让你新加个飞夜 我都给你标出来了 都不当你给的一点点安慰 都不当你给的一点点安慰 默默地抵着头脚忍着泪水 你开手离开了 头也不会离开我 我在你心里难道真无所谓 我已经被你伤得支离破碎 建造的方向却能被你摧毁 这场戏里去了 全寄信上了 要不 你们俩先聊 我去找导演 我们是来工作的 知道了 导演好 熊姨来了 坐 导演 这场戏 你打算怎么拍啊 要不要 先叫他们过来走走戏 你拍戏还是我拍戏啊 我讲什么 我讲什么 能让那个小祖宗更听话 可不是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龙姨不可能提前走 尽佐了就安心拍戏 导演 你看你 我找您难道就只有这一件事啊 导演 我刚给您点的咖啡 黄金曼特宁 您最喜欢的 你点的 有心了啊 导演 你就放心吧 龙姨昨天找王熙燃特意聊过了 王熙燃谁的话都不听 龙姨的话她总是听的 是吗 是吗 导演 这场戏也不有个想法 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会儿我在嘉宇台词 更丰富 导演 现场那边差不多了 演员顺顺词就可以开始了 好 龙姨哥哥 龙姨哥哥 不要对我那么凶嘛 这么多年 我比你的粉丝 也就离你的生活近那么一点点 你是知道的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现在是妹妹 以后可不一定 以后也是 你 龙姨哥哥 龙姨哥哥 龙姨 快快快 龙姨哥哥 龙姨哥哥 你没事吧 龙姨 你没事吧 龙姨 怎么样 怎么回事 没事 有没有事啊 没事 他能不能动 龙姨你怎么样了 没事导演 应该就是小声 你怎么回事啊 龙姨哥哥 你没事吧 龙姨 不行咱们就去医院 叫救护车 护士已经帮你处理好伤口了 但是这些小材伤 我还是不放心 知道痛还不小心点 轩医大经纪人真是好狠的心 就这么对自己的医院 虽然医生说我无大碍 但我是担心这些小的擦伤 会被感染 你告诉花姐了吗 说了 他骂你了 他骂我才正常 不骂我我还担心了呢 他今天本来打算要过来的 我没让他来 我让他杀青再来 你现在都敢左右花姐了 我知道 你想在这个组多拍一会儿 他要是来了 你可就拍不了那么久了 你可就拍了 你可就拍了 轩医 你好懂我呀 什么时候也让我多了解了解你呗 我有什么好了解的 关于你的全部我都想知道 你让你看看 我再怎么办 你让你扔我 你不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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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哎老爷我们还是问问吧 美女你好嗯 请问三号病患在哪里 前面直走右转右转 老爷这边请 龙依哥哥你怎么就离我儿去了 龙依哥哥你怎么了 龙依哥哥你怎么就没了 老爷 他不是龙依他姓张 人家只是脸受伤不想见人 别大吵大吵了 我在这儿呢 龙依你没事吧 龙依我真没事 不用大家收工了来看我 瞧你说的这不是应该的吗 龙依老师我们没有你根本就没开工 龙依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哎好了好了大家安静 这里是医院 龙依呢只是轻微擦伤没多大问题 除了亲属大家都出去吧 啊 龙依那你就先歇着吧 那我们就先走了 走吧 我真没事 明天就能开拍 龙依哥哥 你真的没事 我还以为 你要真为龙依着想 就要听他的 好好拍戏 不要让他担心 之前你刚进组都不熟悉 导演甩了好多戏 他好几天都没好好休息了 对不起 都怪我 我一定会对他负责的 我们都是为龙依好吗 你去确认一下 龙依和戏染什么时候到 导演你放心 已经在路上了 龙依答应了暗计划拍摄 但那个小祖宗 指不定又生出什么幺蛾子 还好啊 就剩最后一场戏 我们终于要熬出头路 进祖前王总非要订龙依 我并不同意 上部戏流量那个德行 我就想着龙依不好伺候 没正想这孩子 还真挺不错的 谁曾想 半路上又横生出 这么一个小祖宗来 咱们这部戏啊 就是陪太子读书 伺候小祖宗 玩高兴了 咱们啊 就算是彻底解放喽 以前入这个行的时候啊 以为是创造精神食粮的 那承想 现在就是一个小蜜蜂 那也是有理想的小蜜蜂 那是 龙依老师来了 我记得他伤的是手啊 龙依哥哥 你别动我答应你要照顾你的 龙依老师您胳膊没事了吗 医生怎么说 没事 我们开始了 导演 龙依老师没事 那就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啊 好嘞 各部门准备 我走了 我走了 别走了 卡 既然你情绪控制一下 不要那么着急嘛 可是导演 这是我跟龙依哥哥的吻戏 我想甜蜜一点 你说得很对 你们要分别了 这个吻是很甜蜜 但是随后两个人就永不再相见 这个情感是很复杂的 是既不舍又有点期待 算了算了 再来一遍啊 来 各部门准备 再来一遍 来 预备 三 二 开始 我走了 别锁了 卡 卡 卡 既然 你好好体会一下这个心情 演员调整一下 这都演的啥哟 吻戏 吻戏怎么能这么演 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 喝点水 累不累 不累 仙音姐姐 你看我今天这个色号好看吗 好看 人长的好看图什么都好看 导演 我有一些新的理解 想尝试一下 行 那就按你的想法来 好看 来 走一遍 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啊 那我过去了 加油啊 来 各部门准备 再来一遍 好 来 预备 三 二 开始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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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开书桌的抽屉 去最后的犹豫 带上你留给我最后的笔记 简单打饭和熟悉 身上戏装散的体 今天你能否满意 传过欢笑的人群 最美丽依然是你 原有老鼠 老老鼠 那儿 你看那边 在那儿 我哪儿 那边 那边 老老老 去吧 快 快 快 我去找乌云 轩衣 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啊 太尴尬了 我只是摔了一跤 你的心跳得这么快 莫菲 你喜欢她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太赶快 太赶快了 太赶快了 她可是龙衣 她可是顶流明星 离这么近 谁能不迷惑呢 不对 你只是受到了美颜暴击 没错 我普通普 平平常常的 美颜暴击 那个老鼠你确定他走了吗 我给乌爷打电话了 他们明天就来 那我今天晚上得跟他一起睡啊 要不然你跟我说 可以吗 不说话还挺帅的 再来一球 准备好啊 胖人心动的张导对龙姨的评价非常高 是龙姨在表演这方面很有潜力 演戏啊 太慢了 龙姨已经出道四年了 一般的流量小声火不过五年 他现在需要从舞台转向表演 我很看好龙姨的潜力 你是看好她的代言吧 没人跟钱过不去 是不是 林总 我说认真的 我想考虑一下龙姨转型的问题 这次胖人心动如果播得好的话 就是给他开了一个好头 我们再给他接几部流量剧 龙姨就会从顶级流量 转型到顶级流量演员的位置 拍剧的时间太长了 一进走啥事都干不了 就像这次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他的组里回不来 最终呢 海外拍摄 泡汤了 我们多给他接几个爆款剧 对他的代言也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已经联系了时尚芭蕉那边 这次的封面咱们也保住了不是吗 现在啊 直播带货的大咖 一晚上的销售额就是几千万 连续播一个月 比你拍摄三个月 赚得多得多 我们是做经纪公司的 更应该长远考虑 不仅是为了艺人 更是为了我们自己 公司的艺人那么多 就龙姨一个活 行 你如果执意要保证 龙姨的口碑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啊 先把别的艺人解约 解约你们经纪部的运营成本 凌霄现在发展得很好 而且他刚结了一个综艺 公司里的孩子们 现在也正在要上升期 如果你现在跟他们解约 那这些孩子的未来 就直接被葬送了呀 你说的都会考虑 我找你来做这个经纪公司 看中的就是你的专业 但是也请你考虑考虑 我这个生意人 这赔版的买卖 你瞧我怎么做 林总你相信我 龙姨是个好苗子 他如果发展得好 公司未来五年 会发展得非常轻松的 来 介绍一下 咱们公司新签的艺人 黄希冉 花姐 林总老跟我夸你 说你可专业了 你们聊一会儿 来 林霄 答一把 好 你是冲着龙姨来的 还是冲着我来的 都有 进入娱乐圈久了 需要演戏的地方可不少 在我面前 就不用这么可能 来 林总 来 待会儿金花姐 一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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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姨哥哥 来 来 来了 坐坐坐 坐坐坐 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其实 我不是主角 咱们公司最近新签了一名 可爱又漂亮的艺人 来 让我们大家来欢迎 咱们公司的新成员 王歇冉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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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行 你们认识啊 来 来来来 什么情况 想和你做同事呀 隆一啊 你今天来晚了啊 今天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 喝一个呗 我明天有工作 能不能少喝一点 他明天确实有工作 而且 他喝完酒脸会肿 主要是 萌衣酒量不太好 学医啊 喝一个 林总你还记得我啊 这杯酒 我干了 女中豪杰 倾国不让须眉啊 好厉害 来 林总 很厉害 怎么了 罗姨哥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黄金 来 林总 你们怎么把王歇冉 签进公司了 林总的决定 自然有她自己的道理 那个小姑奶奶 封城这个样子 你不是不知道 她在剧组都那样了 唉 好了好了 哦 林松酒量真好 一会我们也敬他一杯吧 好呀 龙一 我 敬你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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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把这杯酒喝了我就能走了 龙一 龙一 你 哦 好好好呀 龙一 我告诉你 今天不记住 从今往今 从今往今 你往后就别想把头抬起来 不要 龙依哥哥 我还能喝 快点 跟我一起喝 妈 我没有喝多 龙依 你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可爱 那么爱逞强 我喜欢 我不是小朋友 而且你该睡觉了 我还能喝 那就来 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 你昨天晚上太过分了 我昨天晚上干嘛了 哈哈 嗯 好 拿酒了 花姐 我想跟你说好多好多话 你以为你戴个面罩我就不认识你了 哈 花姐 你那边去 你再喝点 花姐 啊 花姐 姐 我昨天晚上真这么干了 我没必要骗你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向你陪着 我 没干别的什么吧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啊 你还想要干什么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啊 花姐来信心了 叫我们去开会 要不 嗯 你先去换个衣服 我 要不要 一口 啊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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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粉丝 这都是粉丝 粉丝的礼物不能送过来的 谁先收的 快送过去 惊喜 棱姨哥哥 你看这个可不可爱 算了吧 回公围 你这是又闹到哪一处 送你的礼物啊 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今天 是我认识你的第三千天 我清楚的记得 那天你和叔叔阿姨来我家里做客 也就是那天 我对你一见钟情 所以棱姨哥哥 你害怕老鼠 我就送你一只猫 保护你 胡闹 好 好 林小 你说龙姨哥哥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啊 原来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好 嗯 既然 从今天开始 轩衣就是你的经纪人了 你们以后啊 可得好好相处 轩衣 轩衣姐姐我早就认识了 之前我们在剧组可熟了 对吧 轩衣姐姐 对 花姐 你的意思是 让我带西染 对啊 后面的工作日程 你跟西染对一下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拜拜 轩衣姐姐 咱们之前拍过戏 你应该知道我的 我也不想这大红大紫 就想离龙姨哥哥近一点 这也是我想告诉你的 你要是真为龙姨好 你在外面 就一定要克制对她的情感 哎呀 这话我都听腻了 你在剧组说过好多遍 但是林总可答应了我 要让我跟龙姨炒CP 公废谈恋爱 这是公司对你的个人规划 和工作安排 之后你的工作 是和龙姨一起拍摄 时尚芭蕉的七夕特辑 你仔细看一下 这还差不多 还是轩衣姐姐最懂我了 龙姨哥 你今天的状态 不是很对吗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 Hello Kitty 我跟你讲啊龙姨哥 这王熙冉啊 她就是个小朋友 她几乎把你所有的日子啊 行程啊 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 还送这么多礼物给 这得多喜欢你啊 送礼物就是喜欢 你还送过我礼物 要我说啊 要不呢 她就跟你一定有利益上的关系 不过也不对啊 她这明显就是奔着爱情来的嘛 龙姨哥你知不知道 她为了能跟你一块去演戏啊 她是戴姿去的那个怦然心动的剧组 你告诉我一下 你对她到底什么感觉 我就把她当妹妹 啊 妹妹 妹妹 这是妹妹啊 妹妹好呀 你打算瞒阿姨到什么时候 再等等吧 现在告诉她 我怕她接受不了 毕竟她一直这么喜欢你 还想让你做她的儿媳妇 我知道 可是长痛不如短痛 心里有希望再落空的感觉 我尝试过 很难受 哎 对了 我听说 你跟龙姨谈恋爱了 你说什么呢 我只是暂时住在她呢 等我找到房子了 我会搬出去的 哦 真的是这样吗 那不然呢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 我公司分得清 我知道 人在进入感情的时候 很难受理性控制 因为天天朝夕相处 我怕你身陷其中啊 其实我想提醒你的是 龙姨和你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知道 我心里有数 我的事轮不到你快 还有你 大份3 每我可能也不成 Zhang 龙姨 谢姨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你难道真无所谓 我已经被避免的直立破碎 就这样离开了我 看着你现在不像你 所以我以为 你可遇到你 甜的甜的甜的安慰 我们不摸得开始几乎 我以为你可遇到你 看着你现在不像你 所以我以为 我以为你可遇到你 这 这是谁的呀 怎么了 我这 这是谁的 妈 吃饭了啊 趁热吃啊 吃完了赶紧上班 来 吃 来 吃个包 谢谢阿姨 妈吃个鸡蛋 好嘞 你也吃个包子 真好吃 我昨天洗的衣服 我已经给你们晾在阳台上了啊 好 妈 这衣服啊 以后我们自己洗就行了 baj子 吃个包子 但是你给你们做挥的 我也是爱的 我自己洗的 我给你去吃了吧 乱咬你吃吧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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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个包子 我喝了 吃完 吃吧 好 吃吧 吃完上班啊 阿姨 你不用送我了 我这就去上班了 我不是送你们 我是顺便出去买点菜 你也不用送我了 咱俩不顺路 那你注意安全 那我走了阿姨 大浪 你们俩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事啊 啊 哦哈哈哈哈来 一早点回家啊 好啊 阿姨 那我先去上班了 啊好啊 轩衣 不意 那我先去上班了阿姨 啊 大浪 那是谁呀 哦那是他同事 哎呀妈你赶紧去买菜吧 快快快快快快 啊 啊 啊 今天天气真不错 去拍棚拍浪费这样的好天气了 我听说颇然心动剪了几季样片出来 反响特别不错 要不要我安排一下 我们去看看 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呀 肯定是我不在 怕黑睡不着 我睡没睡好 你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今天都不想跟我讲话了 那我跟你说说今天的工作安排 不用 今天你放下 为什么 这不是我们轩一代经纪人吗 今天收工那么早 你怎么了 不会花情骂你了吧 龙一今天怪怪的 那也不能是我们龙一啊 龙一不是这样的人啊 我接个电话 喂 龙一 你拍完了 对啊 我马上回去了 你今天晚上我还回来吗 我今天还得去于大浪那边 这件事情 你不打算给我解释些事 龙一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处理好了再跟你说好不好 不好 你听话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统一思想认识 强化使命担当 狠抓工作落实 你说你啊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 也不知道陪我聊聊天 龙一 你说你要是把轩一 早点娶回家 给我一个乖女儿多好 妈 我这聊工作呢 工作工作就知道工作 做工集团探务主席 第二次会议举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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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水管坏了 你来一下 水管又坏了 你先把总罚关上 明天要我找乌业给你洗火爆 你是我的经纪人啊 当然什么事都要找你了 我今天真过不去啊 我不管 你必须来 谁啊 同事 跟我说工作上的事 对不起 嗯 可不可以 等着你的 肯定 我没想到我 我的 这 她再接受他担心了 我 我 阿姨 要不咱回去睡吧 我和公司打过招呼了 这周谁喊我去加班我都不去 专门陪你 谁呀 这大牌上的 谁呀 可能是谁家外卖送错了吧 我去开门去啊 你怎么不去呢 让我妈去吧 轩衣 我再给你倒杯水啊 喝水 你的同事怎么弄一身水呀 阿姨 我家水管爆了 满屋子都是水 在您家借住一晚 你不介意吧 阿姨 其实你那个同事啊 也挺不错的 人长得帅 说话还有礼貌 好像对你也不错啊 他挺好的 他对所有人都挺好的 我想起来了 他是不是一个大明星啊 我去超市的时候啊 见过他的照片 你说像他这样的大明星 会不会不好相处啊 不会啊 阿姨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仅不怪我 还帮了我好多忙 他们当大明星 真的是太辛苦了 有时候 媒体拍到他们 很冷漠 然后其实是他们拍戏 拍了十几个小时 太辛苦了 但是就会被传承是耍大牌 他呀 其实就是个大男孩 轩衣啊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的 我知道阿姨 所以我要跟你说呀 别看我是大浪的妈妈 但是我知道我儿子那些臭毛病 我把你当女儿看 是希望你能幸福 你的幸福一定要摆在第一位呀 你知道吗 我知道阿姨 我听轩衣说你对她很好 我对她谢谢你了 所以我睡床 这是我家 那你更应该进地主之谊 让我睡床 龙衣你发现没发现 你很幼稚 这谁说的 轩衣说的还是你说的 谁说的不重要 很重要啊 轩衣说的我就改一改 你说的我就倒没听见 轩衣说话这么好使 她说来我家住几天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过来 谁管坏了我来借宿 名正言顺不可以吗 你和轩衣到底什么关系 没必要告诉你这种 出轨的前男友的关系 我和轩衣恋爱五年 如果有人喜欢她 肯定我得罢老关 罢关 伤害她的人是你 你替她罢关 那是一时糊涂 你确实糊涂 你是不是喜欢轩衣 是 而且从今晚开始 我希望你从她的世界消失 那不然呢 你要封杀我呀 你知道我可以的 龙一 你怎么起这么早 你不会一晚上没睡吧 怎么了 我的天啊 你 你的狠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你 不会一晚上没有睡吧 余大狼一直这么说梦话吗 夜晚飞 夜晚飞 我们上了就是 你上了啊 教典有没有问题 健康 逼你 为什么 很好 有没有问题 快 买的问题 你给我碰了 有没有问题了 你给我碰了 有没有问题了 没问题了导演 你还笑 我现在很郁闷 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 谈这么久恋爱 吹得好香啊 你们昨晚睡得都不错吧 都挺好 都挺好 挺好的 我妈呢 挺好的 我妈呢 我知道 你们早就知道我得病了 要不然大浪也不会磨破嘴皮子 把你骗回来陪我 这个镯子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本来我应该留给我的女儿 但是我没福气 只有这个儿子 那我就留给你吧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儿媳妇 可惜大老这紫小子 他不争气呀 轩衣宝贝 虽然你做不成我的儿媳妇 但是你依然是我的孩子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女儿看待 所以我想说 不要音乐一段失败的感情 而畏惧下一段感情的到来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遇到喜欢的人不容易 别错过了 啊 直接想打算 就把你当成女儿 就是想不再去 看她的心情 像不再来 今天 最近 相信大家 比较关注的热点娱乐事件 就是成光娱乐艺人 龙一 突然登上了热搜 匿名者爆出 龙一与神秘女人深夜知慧 当众激情拥抱的照片 引发广大网友热烈讨论 而四贵的女主角 被吃瓜群众扒出了照片 似乎是之前 一起同才合作的王静女艺人 舆论导向似乎对龙衣影响颇大 关于事件的反应 成功娱乐和龙衣 并未做出官方回应 林总 你们不能这样 怎么不能 我们捧红他们就是要流量 现在不光她的流量大了 连王熙染的流量都上去了 这不是双赢吗 可是你这样龙衣她的事业 她就毁了呀 你之前不也同意他们炒CP吗 我 我是同意 但不是现在 龙衣要在影视上 有再一步的突破 才能把她的粉 从女欧粉往事业粉上转一转 才能和王熙染炒CP 至少要等到 碰然心动上映了 他们有了一些粉丝基础 在顺应风气炒CP吧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对龙衣来说 那就是绝对的负面新闻 我已经联系了媒体 但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在您这儿 我是觉得龙衣是我们公司的艺人 我们应该要保护好她 你呀 就是太心软 在艺人身上 投射了太多的情感 首先 艺人是为公司服务的 而不是公司为艺人服务的 是吧 还有啊 你 首先是咱们公司的艺人总监 一切一切想的 做的 都必须以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呀 可龙衣是我们公司的摇钱术 公司业绩的百分之六十 都是靠龙衣赚来的 她什么脾气 您又不是不知道 她不是那种 会任人摆布的性格 您要是这么逼她 她一定会做出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那也可以这么想啊 当龙衣和王契染的 CP炒热了 那他们两个的商业利益 肯定比一个人来得大 对吧 是吗 行 你如果非要我出手 也不是不可以 那请你先把你们经济部的开支 给削减了 把那些不赚钱的艺人都给开了 这 这 这 是 还有啊 这一次的动作啊 我思来想去 应该是王总搞的鬼 不过也不重要 我也入股了怦然心动 所以这次只要龙衣和王契染的 CP炒上去 等他们热度再一上来之后 这个片子 不愁卖 不愁卖 有没有 太快了 你怎么会干的呢 我 Norie 太太坏了 你怎么会干的呢 我不确定你能不能理解我跟他之间的感情 那我就能理解你跟于大浪的感情了 我跟他之间没有 算了 你不用解释 我相信你 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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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要让隆一上网或者看手机 我在隆你家的路上 好 娱乐在线 欢迎回来 娱乐圈今天最轰动的新闻 莫过于隆一私会神秘女星事件 该事件经过传播持续发酵 而隆一与其经纪公司却迟迟未做回应 是有人恶意炒作还是营销事件 此材会持续跟进报道 雪姨 我想和隆一单独聊一聊 我们没有必要避着雪姨 可我还是想和你单独聊一聊 没事 我出去等就行 隆一你放心 公司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尽快平息下来 那都是片场的路透 公司发个声明就可以 可谁还知道这个狗仔手里有什么别的了 他万一发疯要再爆出别的怎么办 王熙冉成性跟你了解 他喜欢你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我们现在成绩 狗仔爆出了你和他的料 那无疑就是火上浇油 我们现在 就应该按兵不动 联系媒体 慢慢把这件事情的热度降下来 等过两天有别的热锁顶不上去 自然而然就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了 花姐 你比我更懂舆论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你跟我说实话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林正和的意思 我入行是你带的我相信你 但我不相信那个林正和 隆一 这是公司的安排 又是公司的安排 每次都是公司的安排 公司的安排就是让我和王熙冉炒CP 公司问过我意见了吗 这样 明天庞然心动剧组有个活动 需要所有的主床都去参加 咱们这件事情 等你参加完活动 我们再戏谈 可以吗 你变了 我 你 我 一定要盯好龙依 如果他情绪上有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低时间通知我 好 明天的活动 一定要让他参加 明白 这次活动结束之后 我会向公司提出让你升职 好好干 哎 好 就这样 这个要求大家 你会加热 哎 哎 欢迎大家来到电影《烹然心动》的交流和现场 下面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烹然心动的男主演龙丽 录音 关于热搜视频 公司到现在还没有给出官方的回应话数 一会儿记者肯定要追问 你一定要稳住情绪 不要冲动 好 大家安静一下 龙一这次在忽然心动中 展现了一个男孩到男人的转变 那么请问龙一对这个角色 有什么想跟大家交流的吗 龙一 今早你的名字空降热搜 有人爆出你与神秘女士夜会 请问这位神秘女士是你的女朋友吗 大家也知道 我们公司对年轻艺人没有太多要求 年轻人嘛 就想充分享有骄傲的空间 但我们这儿毕竟是在 怦然心动的见面会现场 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多提问 有关于角色 或者是电影本身的问题 谢谢大家 有人说偶像恋爱是对粉丝的背叛 请问龙一先生 你对偶像塌房这件事怎么看 最近与你共同拍摄 怦然心动的王熙冉小姐绯闻频出 请问视频中的神秘女子 是否就是王熙冉小姐呢 龙一先生 您和王熙冉小姐这对荧幕CP 对这件事情是闭口不谈 没有做任何表态 没有说半句话 是不是剧组故意借助你们的人气 在炒热点呢 怎么能跟着玩啊 你怎么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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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尊重一虎啊 真是快一虎 你别想要是谁啊 这就是这种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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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们也怎么这样数海坏了 但他不是王昕 龙依哥 有点意思啊 龙依 你说什么呢 乔义 龙依 我不讲这句真的 不是 龙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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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人是谁啊 我一定要把她找出来 龙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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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好控制情绪 不跟记者回应关于热搜的问题吗 那是你说的 怎么这么冲动啊 你说的那个人 我说的那个人 是你 谁来给我解释清楚 谁来给我解释解释 别生气啊 怎么回事 花姐不在办公室 这件事儿我会处理好你 您放心 你处理 我就是信了你这句话 才没有去管 现在可好了 她 不服从公司安排这件事 你都还没有搞定 现在另外再给我搞一个告白 我怎么一出 公司的股票 你都知道因为她 掉了多少你知道吗 她的代言掉了 谁来赔 这 确实是我的说法 我没想到 龙依会选择用这种方式 这个龙依 这个龙依 又是个祸啊 你 赶紧想办法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咱们得先找到那个女人 我 玄依 放下你手里的所有事情 去找到龙依说的那个女人是谁 我给你两天时间 好 你快告诉我 龙依嘴里那个神秘的女人 到底是谁啊 我 哎呀 你就告诉我吧 我好不容易有你这个内心 可一定要利用起来 你要是不方便说 那没关系 我来猜 我要是猜中了呢 那你就 给我一个暗示 不散你手来 哦 嗯 龙依说 她是喜欢这个神秘女士的 既然被拍到了神秘夜会 那说明 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足够密切了 龙依平时的工作很紧密 从她休息日召唤你的频率来看 那多半也是要处理一些工作的 可是龙依身边 有些很少啊 那看来 那看来 胆显而易见 最没有可能的选项 却最有可能是真的 不会是 我那个 那个吧 我想说 不会是 你的意思是 我懂了 龙依哥哥喜欢的人 一定是个女的 对 你的线索很关键啊 丽莎姐孩子都八岁了 对啊 她老公昨天还在朋友圈绣闻爱呢 化妆是小乔在剧组 看龙依的眼神可迷离了 也不对啊 龙依哥应该清楚 他不能和工作人员谈恋爱的 难道是狂人粉丝宋小婉 那是轩依的闺蜜啊 那更不可能是轩依了 一人是不能和经纪人谈恋爱的 难道是 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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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要是我的话 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你先睡吧 你 帅哥给女朋友买个波波球吧 好啊 要哪个 我想要两个 好呀 你拿好 来扫这个 好 童芝 不 formulated 呀 来 卢依 这么晚了你过来干什么 你不知道外面现在有很多人正盯着你吗 你怎么总是这么冲动啊 穿过欢笑的人群 最美丽依然是你 真情在我心里你无法代替 这场热闹的婚礼 被我收藏在记忆 离开是我的结局 这不会真是我们想的那样吗 永远怎么是她 还好我们刚刚没有下车 你说花姐知道吗 反正我们俩肯定是不知道这事 龙依哥哥好像很喜欢她 你说长得好看 家境又好 年纪又小 哪一天比不上轩衣 你不能这么想啊 有时候这人的感情啊 就是什么回事啊 我不准备告诉花姐 你也不许说 为什么 我心难过的曾经 虽然没有得到龙依哥哥的爱情 但是我想守护她 也算为她做点什么吧 好了 我知道了 我受不了 你还看吗 反正我不看 就算再拥抱一次 你无私望虑 只能左右过甜蜜的嘉宾 我左思右想 应该只有一个答案了 你有什么话想说的 没错 她说的那个人 是我 你进公司这么久 果然成熟了很多 您过奖了 能让她在发布会上 说出那样的话 是我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成熟 你也待遇过她一些日子了 我相信你是关心她事业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她是顶流艺人 公司把她培养成现在这样不容易 我不希望因为你的出现把她给毁了 我希望呢 你们断得干净利落 这样她的心思 就能完全回到事业上 未来 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我相信这样的龙衣 应该也是你想看到的吧 花姐 从我进公司我就知道 你对龙衣特别好 她从寂寂无名 到现在的顶流艺人 是您亲手带出来的 我常常记得你教导我说 要注意她的个人形象 打造她的商业价值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你给她的这一切 真的是她想要的吗 她是一人 没有一人是不想红 不想赚钱的 可是这条路承担了太多 随时会崩塌的风险 我认为对龙衣 真正需要的 是二十年后 还有人知道她 她那时候还有名气 还有戏眼 甚至路人都会知道她的好眼睛 而不是 在很多年以后 大家提起她 会说 就那个过期一人啊 这些话 是她跟你说的吗 不过 我猜 你早就察觉到了 好 我可以跟她重新好好聊一聊 重新规划她的事业 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不会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轩衣 我希望你能体谅我一下 离开她 好 谢谢你 祝你一切安好 海边的风静静的吹着 好想再说我又想你了 天边的晚霞 天边的晚霞 找不出你和我 还有什么能将你捕捉 你在原地 我等着你 这不是你的问题 所有的回忆 都化成了背影 我在靠近 却不小心 把心事都写进风里 从今天开始暂时由丽莎跟着你 你后面所有的行程安排 都要听丽莎了 直到公司正式做出官方回应前 你不要出现在公众掌握 两人的对话 两人的对话 那轩衣呢 这也是轩衣的决定 怎样才能写出动人旋律 怎么才能唱给你听 是我太任性 又把你撞进梦里 你在原地 我等着你 这不是你的问题 所有的回忆 都化成了背影 我在靠近 却不小心 把心事都写进风里 画长秘密 随风唱给你听 怎样才能写出动人旋律 怎么才能唱给你 单人的对话 两人的关系 你不要用心听 怎样才能写出动人旋律 怎么才能唱给你听 是我太任性 又把你装进梦里 怎样才能写出动人旋律 怎么才能唱给你 我没有什么遗憾的道理 也谈不上可惜 怎样才能写出动人旋律 怎么才能唱给你 我没听 是我太任性 又把你装进梦里 我躲在角落 你不用太在意 你不要冲动 你想要的路线我已经在规划了 咱们还是可以商量的 华姐 公司的想法其实我很清楚 现在放弃我去培养新人 其实是最划算的 我呢 入行这么多年 多亏了华姐用心的经营 从来没吃过亏 也一直当一个听话的 人人百步的玩偶 但我那种今天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我今天来提出解约 就是我已经想好了 我想重新开始 隆一你知不知道 我因为你跟公司周旋了多久 我知道我的脾气是个麻烦 谢谢华姐 离开公司你可什么都不舍 但至少 我是我自己 是 是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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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的男主角龙一 闪亮登场 相信大家在看到我们的电影之后 都会对龙一有一些疑问 下面可以开始我们的提问环节 那什么都可以问吗 这个需要跟我们龙一沟通一下 我看了电影之后真的非常触动 尤其是龙一对角色的处理恰到好处 所以我想问一下龙一 从流量明星转型的演员 你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吗 作为流量明星转型成演员这条路 真的很艰难 这一点 也许没有人能真正明白 一年前 我在交流会上 公开宣布有喜欢的人 就借鉴淡出大家的事业 或许有人说 流量明星享受那些光环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但对于我来说 只是一个沉重的枷锁 它让我感到压力 感到无助 甚至迷失了自己 我曾经有一段非常迷茫的时期 找不到方向 我很感谢 那个时候 身边出现的那个女孩 她用特别的方式 鼓励着我 海边的风静静的吹着 好像在说我遇下你了 天边的晚霞 找不出你和我 还有什么能叫你捕捉 你在原地我等着你 这不是你的问题 所有的回忆都化成了背影 我在靠近却不小心 把心事都写进风里 我不白喝你的口了 这个给你 你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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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発你了 这些靠近却不停 回忆的 我去ntic 我去ntic 我这个给你 你不停 我去ntic 这些靠近却不停 我去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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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叫龙依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我叫轩依 我叫龙依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我叫轩依 很高兴 再次认识你 我从公司离职了 因此以后 我不再是你经纪人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起了 他带我从最艰难的时期走出来 一直陪伴到现在 我相信 每个人在前行的路上 都迷失过自己 在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后 你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家长们 是每个孩子心目中的太阳 老师 是每个学生乘风破浪时的灯塔 医生 是每个努力对抗病魔的患者眼中的希望 努力的意义 是为了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是为了自由的选择人生 是为了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奉燃心动 也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现在的我 大家好 我是演员 容易 小心啊 不许睁开眼睛看 好 转 到了吗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 打开书桌的抽屉 抹去最后的忧郁 带上你留给我最后的脾气 感谢曾经的相遇 也感谢今天要求 我许愿了 能在你最美的日子 遇见你 曾经的甜甜蜜蜜 我希望知名演员龙依 能靠作品打动更多人 成为更多人心目中 真正的顶流 真正的顶流 可是现在我已经不是什么顶流了 可是 在我心中 你永远都是我的顶流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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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再拥抱一次 你无私或无虑 只能做有过甜蜜的嘉宾 你永远村 即使空间同意气 你我心中 你我w 你你我 doubts 即使人心同一起 你无言我写无语 还好我控制了情绪 就算再拥抱一次 你无私我无虑 只能做有过甜蜜的嘉宾 感谢收看欢迎点赞和关注哟